我們今次講到主題是怎樣分享得救見證和生命的見證 得救見證就是我們怎樣得救 生命見證就是我們生命怎樣改變 或者怎樣蒙福 神怎樣在生命中改變我們 這些見證都是可以用來隨時隨地用的 即是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把我們的見證去撿得更好 有些人說我都說開的時候都說 但我們總有一個方法說得更好 因為我相信大家都會發覺有些人分享的時候 是會騰騰轉谷花園 講見證的時候 甚至有些人上台去分享 但你聽來聽去他想說什麼 一會說了這個一會說了別的 就變得好像人會分心 我們今次注目是怎樣能夠集中去分享 並且有條理又有感動性 讓人聽到之後得到幫助 這樣的時候 那個見證就有影響力了 亦中大家的見證 其實我們可以用這個時代的傳媒 不是那些電視傳媒 是說到我們的WhatsApp Facebook 那些YouTube 大家其實可以開一個戶口 YouTube你就把你的見證放上去 你如果很介意你的上網的樣子 你可以整容它 但是作見證我覺得沒有問題 你一個基督徒作見證 你會很驚訝 會有人會看你的見證 有些見證 第一是得救見證 也可以是什麼見證 你煮飯的經驗 然後你說耶穌教我給我的經驗 然後你也提到耶穌 然後你也提到耶穌 有時我拍那些花草樹木 那些 我都拍了 有時拍了小鳥 我都放上網 最後我講到神創造真的很美 這個神是真的 我都會這樣做見證 所以除了我們基督徒的見證之外 有很多東西可以分享 在網上可以影響別人 你會驚訝有些人 因為很空閒的 他們很空閒的 你會去找什麼都找你看的 可能你會成為了明星也未定 有些人很喜歡看你做的某些事情 所以我看今次是會幫助大家 怎樣去更加分享更加好 也都要看看今次的進度 可能今次講完 其實不是講的 是主要執招你們怎樣覺得更加好 我應該會分組去操練 首先我們講一講一些留意的地方 第一點 大家有提到組織好 這件事 我相信真的很多人發覺是一個困難 為什麼困難呢 就是講話的時候 不知道是否轉到哪裡 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講什麼 這件事是怎樣可以 栽培到自己有一個清晰的方向 首先我們要分享的東西 寫下一些要點 我們要分什麼叫大點什麼叫小點 譬如說一個人得救見證 他有一個得救的過程 這個得救過程 或者從未信到信主 要有一個大重要的事情 但有些小點 什麼叫小點呢 譬如說 剛剛那天你搭巴士遇到一個人 那你搭巴士 本來你不是搭那個巴士的 怎麼知道走到另一個巴士 就搭第二架 然後搭第二架的時候 就遇到一個人跟你傳呼聲 譬如這樣 那有一個小點 包括也是一個重要的一點 因為它是剛剛那一刻 就讓你有機會聽到耶穌 我們要分清哪個是重點 重點都是我生命的改變 但是這些小點的過程 我們要講的時候 不要把小點圈蛙奪主 那你就把那個主要的主題 反而就模糊了 那我們就要清晰最重要的是哪裡 始終要回到那個位 就不是馬上說 那次搭巴士 真是很嫌妙 這件事是好的 不過就不要把那件事圈蛙奪主 所以這個組織也要操練 譬如我們也有機會分享聖經 有時候小組 那你想分享 你就要在家裡寫定 那些主要的大綱 其實在網上都有很多大綱 可以看 我每次講到都有寫出我的 1、2、3點在PowerPoint上 就讓大家看到的 那你就試一下 看看你將你的要點組織好 以至你說的話是有進度的 那你當你說的時候 最好方向就錄了自己 那你慢慢看看 咦? 為什麼我講到的東西 插開了 插到這麼開的呢? 因為自己都不自覺的 所以待會我們會給大家有機會操練 那第二就是 適合非基督徒和基督徒 什麼時候都是的 有些經歷未必適合的 為什麼呢? 譬如說 有些人講到他經歷聖靈 怎樣強烈 強烈得很厲害 那些人都很驚訝 不過我自己就很舒服 那這個分享 有些人就適合聽 因為為什麼呢? 他對於聖靈充滿很渴望 那就是適合聽 但是對於那些 對聖靈充滿都不渴望的人 是不適合聽的 那我們知道這個東西 是不適合跟我們說的 那我們就選擇不說的 那些人都很驚訝 到了他明白 接受聖靈工作的時候 我們先跟他分享 或者有些爭論性的事情 譬如有時以前做的事情是不好的 是有爭論性的 或者有時基督徒都會做一些事情 可能效果是好 不過有些爭論性的 我們就選擇看看是否適合說 第三是減結 為什麼要減結呢? 如果炒了很多分叉 就變成太多分叉的時候 他得不到主要的點 就是你最主要說什麼? 那樣東西去到那個位 譬如我自己見證 我試過有長版本 有短版本 短版本是怎樣? 所以我本身很想知道是否真的有神 而有人跟我講到神是真 我很有好奇的心 有一次我看到那本科學的書 講到有神 其實是令我開始有興趣 後來有人回答到他的問題 我就很有興趣 我發覺神是真 我就很真實地回應 很信靠他跟從他 那你知道神是真 你會不會跟從他呢? 這個簡短版本 但也有一個長的版本 這個長的版本 我現在不說了 即是我想達到什麼目的 我就說什麼 還有有條理 即是說有邏輯性的 我們都分享 其實我自己也很多次邀請大家分享 他說給我聽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很好 我又都告訴他們 你應該分享些什麼 誰不知他一上台 就開始講了很多很多的故事 那我就開始要截他 我說你去回那個位 去回這個位 那就是因為他不知道 什麼是條理 即是哪些是重要的 第四就是分析 清晰分析不同的人物 尤其是你阿姨 阿姨 阿姨的朋友 鄰居旁邊的阿婆 聽完這些人 即是誰呢 我聽到很無茶茶 有時候我們可能用一個A軍 D軍 C軍 就是清楚地告訴別人 有時候有些人這樣說 他就告訴他 他又回答他 他又說什麼 糟了 一會兒說一下 都是A和B說 還是B和A說 都不知道 那我們就要清楚了 這樣的時候 可能給他一個名字 叫他A軍 或者其他給一個假名字 有些見證都會 給一個南海比暫時 給一個名字 叫他John 大家記得John 這個方法 第五點 有一個重要的細節 為什麼重要的細節呢 因為有些細節 是顯出神的工作 神的作為 這個細節是有重要性的 我們就要把這個細節清楚地說出來 譬如神的安排 顯出神的安排 我就有一個重要的細節 讓人看得到神奇妙的安排 或者我心本來不是這樣的 神將它改變 這是一個重要細節的改變 讓我細節說出我的改變 人家聽完之後 就會有心去認識耶穌 譬如說經歷聖靈 當我分享的時候 我都會說到 經歷神的愛 真的我從來沒試過這麼感動 感受到被愛 而那種愛是可以觸摸我的心的 我就將這個細節說出來 不只是有些人有分口 我去到最後 其他人跌了地下 但這個沒有什麼作用 對人沒有什麼幫助 我們要想的是 這件事有什麼重要的細節 譬如這裏我講出幾件事 譬如之前的心理或身體狀況是怎樣 然後被神幫的過程是怎樣 之後和之前有什麼分別呢 有什麼清楚的分別 有些人都會說 我現在康復了 我現在要問他什麼康復呢 頭痛 頭痛了多久呢 痛了一個小時 痛了三天是不同的 痛了三天 一期都康復是不同的 這些是重要的細節 清楚而言的內心感受 當我這樣經歷的時候 我心裡真的很感動很開心 個人觀察到自己的改變 別人看到我 很多人都說我 整個人都開心了 這就是別人看到我的改變 這也是對於人本有鼓勵性的 好了 感動性 首先我們自己的感動 這件事是需要栽培的 因為有些人慢慢失去了感覺 這是一個事實 有很多人不懂得笑的 有些人不懂得哭 有些人會 他很傷心 但他不懂得哭 因為他的感覺 埋藏了 他不能夠說出 我現在的什麼感覺 我下一次 不一定是下一次 總之下一個課堂 會說到怎樣溝通 為什麼溝通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我能夠說出 我現在的感覺 譬如你現在的感覺是什麼 有很多可能的感覺 有些感覺可能是 我很開心 可以學到一些東西 這是一個感覺 或者 有時候有些人會有這個感覺 都是有點悶 我都沒什麼心機學 沒有興趣 都可以是 每一個人 我們知不知道自己 譬如你聽到 會否有時候聽到 覺得悶 我相信人也有 問題是 你怎樣處理 我們知道自己悶 我們知道自己悶 我們能夠的信息 感動人 一定是我們自己受感動 一定是我們自己的感覺 不是埋藏了 壓抑了 有些需要時間去建立 譬如我小時候 在家裡是沒有笑的 為什麼沒有笑呢 因為經常都是 你要做什麼 你要做什麼 你沒有做什麼 你沒有做什麼 經常都是這樣 是沒有笑的 沒有歡笑的 沒有這件事 出了家裡 在家裡是沒有的 在這樣的環境長大 有些人就會不懂得笑 我感激住 當時我出街 我又知道笑 我又很開心 有些人不在家裡 不懂得笑 出街也不懂得笑 我們留意到我的感覺 我們留意到自己的感覺 然後我們能夠 將它表達出來 譬如我 我形容給你聽 我一想到神 我真的很喜歡 耶穌你真的很感謝天婦 我不是做給你看 我是真的這樣 因為我想到神 每一天都是最好的 祂將最好的太太給我 又給我身體健康 又給我力量 又給我好好的教導 又給我經歷神的喜樂 又為人祈禱 經歷到很多的醫治安慰 我真的覺得 神什麼都給我最好的 本來這麼貧困 神又給我 有機會讀這麼多書 多謝天婦 多謝 我心裡真的很喜歡神 於是我心裡 培養這種感激的心 當我一講的時候 你自然聽到我 是很喜歡神的 我記得在宣教 有一個人跟我說 有一個bishop 他跟我說 他說你一講話 就講到神 講到神多好 很明顯他留意到這件事 我真的會感激 於是我心裡喜歡神 我什麼都會看到神的作為 看到神的作為 我講的時候 人就會容易受感動 我們自己有那種感覺 譬如說 我以前真的未試過 好像我經歷聖靈的時候 那樣的哭法 以前試過 我也是很少哭的人 試過哭 怎麼哭呢 或者被人傷害 也有試過的情況 肯定是哭得不痛快 但那次經歷聖靈的時候 那種唱快 是我一生未曾試過 在裡面 哇 神的愛湧下來 是真的難以形容 是整個人被這種愛圍繞著 釋放安慰 整個人即時是很感動 是我從來沒有經歷過的 我心裡真的很喜歡 很喜歡這一種的經歷 我亦都會想像到 有一天去到天堂 我們個個就會 哇 又去到天堂 哇 感動到不得了 不代表我在天堂永遠哭 可能永遠在那裡開心笑 永遠在那裡充滿愛 充滿一種興奮 會是這樣的 那我從這個經歷 我會體會到上天堂會幾好 所以我會很享樂去天堂 當我這樣說的時候 你都會 有些人都會說 我都很想像你那樣經歷過 會經歷到這種 那麼大的感動 那麼大的釋放安慰 或者經歷起落的時候 可以隨時湧流 神的喜樂 神的能力 隨時 自己經歷為人 祈禱也都看著他 得外面 得安慰 今早我祈禱 都有三個人 就是我和他祈禱的時候 我看到三個人都很感動地哭 這也是神的作為 我自己就很感激神 多謝天堂 多謝耶穌 我希望大家都能夠在這方面 去努力 能夠自己有一個感動的心 於是能夠隨時分享 都能夠感動人的心 同時聲音 一會兒會說聲音 都是有幫助的 例如我說 我在經歷聖靈那天 真的很大的感動 從來都沒試過這麼感動 真的很感動 你這樣聽 你未必會 那種感覺不同 這也是要學的 聲音是要學的 是我練了很久 我練唱歌 然後練出來 一會兒會講一講 目的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分享的內容 是簡單 清楚有條理 有重要的細節 有感動性 有理性 為什麼有理性呢 有些人純粹信耶穌 就是 他和我的醫治很舒服 那我就信耶穌 這件事是好 不過他不懂得把理性化 什麼叫做理性化呢 按照情理 我這種情況很難得醫治 我已經很多年很辛苦 現在一信耶穌一祈禱 整輪鬆散又感動 又可以笑得開心 真的很特別 真的改變我生命 這是我剛剛所說的說話 我一方面有感性 有理性 為什麼有理性呢 我講出之前是怎樣 這種情況多嚴重 然後後來的改變 人們聽的時候就會明白 所以感性和理性 是要兩方面都有的 好了 聲音 不要低層 不要規律性 規律性 有些人都說到 句句都是同樣的規律 有些是同樣大聲 每一句都是大聲的 你在網上會有時看到這些說 其實當人經常都是大聲 或者經常都是同樣的聲調 是人會慢慢催眠了 他會開始不太聽到你說話 亦都會失去那種說話的力量 在重點字 你留意我講 我講到某些字 重點字 我會加強那些字 你會知道那些重點字 你會看到我又快又慢 又大聲又細聲 這就是聲音的改變 聲音的改變 但聲音的改變 都要很重要 先講這句話 待會再講共鳴 因為是停頓的 怎樣停頓呢 我從來都未試過這樣經歷 但那天 當安卡羅為我按手的時候 那種能力臨著是我從未試過 從來沒有試過 我中間停了一些 停頓的時候 人們會期望跟著我講什麼 即是我們說話的時候 有時會有些停頓 譬如說 我會想一下這個神有多好呢 我會想一下神的生命有沒有工作 有沒有做一些事情 你會想到的時候會感激神 這些我就會中間有停頓 我們需要有時快又慢有停頓 有不同的 有激亡 有柔和 有喜爛 有穩重的聲音 穩重的聲音 如何需要呢 譬如說 神真是很真的 雖然這個有種激動 但也是穩重 即是說 是認真的 神真是好 沒有所有你看到的東西 你經歷任何一個人對你好 都沒有像神對你那麼好 然後就是共鳴 共鳴是一個非常有用的幫助 其實我的聲音是 你聽習慣 可能你會覺得 就是這樣 是有共鳴的聲音 其實你聽過有很多人 上台拿著麥克風說話 我可以這樣 我遞一個麥克風給你們說 你試一下 肯定幾個人 隨便幾個人 你好嗎 這樣就可以了 每個人說你好嗎 你聽聽音質的不同 你不介意的話 你不介意 可以嗎 試一下幾個人 每個人說一句 你好嗎 你試一下放些感情 來看每個人的效果 好嗎 試一下 耶穌愛你也行 耶穌愛你也行 耶穌愛大家 好 不要緊 耶穌愛你 你留意那個力度 耶穌愛你 耶穌好愛你 好 耶穌愛你 OK 大家有沒有留意那個音質的不同 每一個人的音質不同 OK 現在可以給我 可以給我一個麥克風 其實就算我沒有用麥克風的時候 我用聲音的時候 你發覺聲音是有力的 那這個聲音怎麼練呢 是要練的 是要練的 每天練的 我每天吸塵我就練聲 為什麼呢 我又沒空就這樣練聲 我太多事情做 吸塵的時候 吸塵的時候 我聽到聲音會吵 那我就一直練聲 那練聲其實就是 我和大家一起練一練 首先就是我們知道 就是我們 你有聽過那些小鳥 很小的小鳥 但是聲音是很遠的 有尖有圓的 就是什麼聲音都有的 但是小鳥的小鳥也不大 為然後變成小jack的 是有共鳴聲的,不過大了是濕去了 我們學唱歌時,老師說,你學回BB的聲音 共鳴聲音是怎樣呢? 第一,氣撐住,我們學氣撐住 就是我們吸氣的時候,勒骨向前向橫向後膨脹 但不是向上,不是向上,是向前 即是呢? 即是你兩個手指都會動的 膨脹後,要撐住第一項鍊 撐住它,不收縮一段時間 這是第一項鍊 第二項鍊呢?唱一個音 一直撐住它,撐住有一個輪這個輪 也有一個像汽車流汽 車胎流氣 看看能撐多久 這個就是立筆撐住 撐住 這就是令到我們唱歌時 或者說話時聲音是持續的 大家有留意有些人說話是這樣的 你好嗎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個故事 有沒有聽到每一個字是分開的 但是你聽我說的有些聲音是連著 和唱歌都是一樣的 有些人是唱歌 Jesus loves me, this I know 是分開的 但應該是連著的 Jesus loves me, this I know For the Bible tells me so 每一音是連著的 又是共鳴聲音是怎樣 是要回家肯練 是很難練的 比較彈琴更難學的 但是呢 如果你有心學 你可以很短時間學到 不過如果你在一個月學到 是很厲害很厲害的 那個方法是怎樣呢 就是打喊怒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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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打喊怒有什麼特別呢 打喊怒就會打開我們這個口腔 這個口有個軟口蓋 我們牙後面的硬口蓋是硬的 在後面那裏 是有一層軟的 好像一層膜 當你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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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你就練了 然後上網也有 如果你有心思練 就可以跟著練 就是練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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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練下去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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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練高音 跳八度 嘩 嘩 嘩 一直練 練的時候 你說話的時候 你就會發覺 嘩 嘩 嘩 即是能夠即時 能夠響亮 但是也可以細聲 因為有共鳴聲 細聲有共鳴聲 意思是什麼呢 是 細聲一樣可以引起空氣的共鳴 你好嗎 你好嗎 Hallelujah 很細聲 Hallelujah 你聽得到聲音 嘩 是哌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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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闊 對來是打陷路 嘩 棒 尤其要 SPECAL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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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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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会发觉是很不同的 你走在座位里说 有几个人说一下 耶稣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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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共鸣声音 你留意我说话的声音 不是在我口的区域 是在周围的 有没有听到在周围有个声音 嘩 这里出来 嘩 你好吗 是出来的 这个声音是出来的 这个就是共鸣声 引起周围的空气的共鸣 这个需要大家回去训练 如果你有兴趣 你上网找共鸣 耶稣就会看到我教的 亦都在网上很多人教 其实我自己来说 我学了很多 老师教了我共鸣 我懂得如何 但是我训练是不够多的 有些人是训练得很多很多 所以声音是漂亮很多 但是我就懂得 我讲道的时候我懂得 唱的时候我基本上懂得 但是有时候都会脱漏的 这个是需要时间的 这个大家可以努力 但是起码怎样呢 就算你未练到共鸣 你学有力量的 但又不是粗 那是怎样练 不太粗 那时候老师教我 把手放在脖子上 你试试 试试 试试唱音 然后你摸一下脖子 有没有用力 你试试唱 你试试唱 有些人的脖子会更紧了 有些人脖子会更紧了 有些人脖子会更紧了 松的时候 你会说话就会柔和 无论大声小声 Hallelujah 还有一个 Hallelujah 是不同的声音的 大家就知道 其实柔和的声音 第一不要伤自己的声带 因为声带是会伤的 我以前有一个同事 很久很久之前 我计算一下原来是45年前 但是他今天的声音 已经完全不同了 声底沙了 我感谢神 我现在67岁的声带 基本上都是清的 不过我和年轻时 已经不同了 是有分别的 因为用的声多 始终从初的时候 没有学会如何用共鸣 或者柔和声音 是会有相的 但是跟那个老师 真的有很大分别 身体的动作 尤其是上台 就算你不上台 你坐在那里 都会有动作 这些动作是不自觉的 有时人就会 头部动一下 就不是 有些人 两个人聊天 都是大动作 有时令人有些抗拒 有些人跟你坐在旁边 聊天 手的动作很厉害 你觉得什么这么夸张 其实动作最好就是自然 而上台最好就是由脚开始 最简单的很少 就像我现在这样 轻名 耶稣很爱我们 这个已经是由脚开始 小小 在脚那里开始 动一下 人的动作就会自然 就不是神爱我们 你发觉这样的动作是不真的 神很爱我们 但我动了身体 耶稣真的很爱我们 多谢耶稣 是否不同了 这就是由脚开始 一路整身大动 是最自然的 你跟人说 身体动的程度 是在乎你和那个人的距离 比如坐在旁边 你当然不会这么大动作 但总有些动作 怎样动作呢 耶稣真的很好 他不会说你 他不会说你很夸张 但耶稣真的很好 他不会说你很夸张 这也是会有我们的 轻微的头 和眼 其实整个人都会移动 有些年前的新闻报告在香港 和现在已经不同了 但如果你上外国的新闻报告 也是很不同的 有什么分别呢 很多年前的新闻报告 那个人是静一静 头部是基本上会移动的 但现在他们报告的新闻 他会移动一下头 他有些表情会更自然 如果在外国更加自然 即是他们报告的新闻 我说外国就是西方的国家 是更加轻松自由的 这就是给人一种舒服的感觉 在分享的时候 也是这样的 最后一点 就是观察听者的反应 这个也很重要 比如你一边说 他一边没有反应 一边越来越不想听 甚至闭着眼睛 转着头 你都不要继续说 你当然是转回话题 那我们都要了解一下 是否我说得太闷 我说得合不合听 都问一下他觉得怎么样 其实最好 分享个人性一定是 不要不断自己说下去的 一定是 一定是 就是说 听他的反应 或者问他 先了解他的情况 而最好就是 他有兴趣 然后我们去说的时候 这样就会引起他的兴趣大一点 好了 这个得救见证 和生命的见证 生命的见证 就是我们的生命 如何改变 之前如何改变 其实我自己本身 我曾经 大家都听过过 很多不同的见证 我在这里 我讲一个经历 这个经历 这个经历 我给大家 一个示范 一个示范 一个分享 因为很多方面 你都听我讲过 我讲这个分享 可能对他来说 是一种惊讶的经历 就是 什么是这样的经历 但是这个经历 对我来说 也是一个震撼的经历 有一次我去打网球 打网球的时候 那个人就套高波 很高 我就退后 怎么知道我一退后 一脚踢住了一脚 当我想动另一脚 一脚踢住了 接着 是整个人反望着 头撞地先的 一撞的时候 我感觉如何呢 好像灵魂想出飘 好像整个人想飘一飘 不然就没有飘下去 很痛 就是很痛 就躺在这里 我都不记得 可能我有身体某处 好像下跌都不定 总之很快就到我头 我听到那些人来说 我又转身 他们说 还不懂得动我 不知道我跌成什么 我当时来说 我当时来说 我立刻第一个反应 我 我还没起床 因为那时候很痛 和很软弱 但我第一个反应 到底 我受伤有多重呢 我到底 情况有多严重呢 那我就 内心和身体 自己感受一下身体 当时的确是很痛的 就是 那个情况是很严重的 那就是 然后后来 我开始觉得好一点 那我就移动 那些人就帮我 扶我起床 扶我到一边 那后来我就跟太太说 太太就说 去医院去检查 那我就去医院检查 去医院检查 做了什么 scan 照了出来 是很感谢神 它是完全没有任何的伤害 那也都当时是 那时候我记得是有些 头围症 我也记得是什么 有些 好像 好像 闻啊闻啊那些 那些 医生就说 你回家看了怎么样 你就 没事就没事 有事就再回来 这样 这样 就 在这个经历 对我来说 是令我反思 我的生命的脆弱 因为我听过有人 拿一级楼梯一扇转 一扇转掉下去 就没命了 就是以我这样的速度 头顶落地 根本 真的 你不大事 都有小事 就是 可能 几个月 都身体移动 有问题 但是 神保守我 真的很奇妙 这样掉下来 会没事的 真的很神奇 很神奇 我心里 我很感激神 有这件事 神也保守 其实我多次经历过很大的困难 但是神也保守我 以致我没事 这件事 我是觉得 神的手 是真的无处不在 亦都是我们难以想象 而只要我们稍微有些严重的经历 就是比如那次之后 跟着我身体那部份不能动 就是很严重的后果 或者某部份有些不好的东西 我已经是很严重的后果 但是我感谢神是没有任何严重的后果 我自己真的说 神啊你真好 这件事我回想 神啊你真好 我真的很感谢你 你多次的 这样保守我 有一次有些经纪 一打下来 打到我旁边这里 打到我 我的眼都可以瞎 有时候走那些山路 有时候有些经纪 这样打过来 但是真的没有什么想象 我真的说 神啊你保守我 真的很奇妙 我自己经历过这些事情 还有这么多 差不多撞车 撞车我这个神 要上天堂了 怎么知道 在那时候 居然可以 没事的 就是最后一件事 我也曾经试过 有几次这样的情况 我真的 回想的时候 我每一次都说 神你真好 我看到这些事情 我看到神的保守 和祝福 刚刚所说的 就是一个 我的亲身的经历 一个见证 就是我们的见证 不是一定要由 我们怎样得意志 就是一个体验 对人生的一种体会 里面我们怎样可以看到神的工作 OK 现在我想给大家做了什么 这些纸有底的 空白的 你拿一支笔 你可以组织你的得救见证 或者你生命中某的见证 然后我们就分造 我们分了组 然后你就写下 简单就可以了 不用写得很详细 就是简单有个大纲 就是知道我们分享 应该有大纲 不要乱门 然后呢 如果你觉得都有困难 你就分享一个小经历 几少也不要紧 就是让我们学习一下去分享 然后呢 我待会完成后 就会请大家 我的组里面 有没有一个人想出来分享 有些人分享 我就会给回应 怎样可以更加分享得好 有人有问题想问 多少分钟 都没有所谓的 当然你不会分享三十分钟 我想是几分钟那些 比如你说我见证真的很长 你认识十分钟OK的 你走到小组里面 你讲多久 在乎你自己能够讲到 即是适合讲多久 我一起祈祷 好吗 求主给我们 胆量和聪明智慧 有些人的胆量 如何冲破胆量 我当初第一次讲到 那时我教书 校长说 每个老师都讲到 在学生聚集 我的反应是很兴奋 我的同志的反应 哎呀 要讲到他们很害怕 那时我信主已是三年 但我都很兴奋 因为我很想侍奉神 但我第一次上台 我一直坐在那里震 自己自动震 你没有什么制止 让我上台 一开声一说 听到回音 我立刻就不震 如此是震了好几次 又后来 当我开始不想自己 想人的时候 我就发觉不害怕了 这个对我 也是一个见证 大家都是 即是说 我希望大家 你冲破了这件事的时候 你就会不害怕 我们一起祷告 求主给我们胆量 和智慧 聪明的分享 听到天父我们多谢你 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有的事目 是分享我们的得救见证 和分享神在我们心里中的工作 我们多谢赞美你 感谢你 因为你是爱我们的神 你是怜悯我们的神 你是活着的神 你是现在在这里的神 你会凡事帮助我们的 我们愿意给你使用 求主私恩祝福 赐给我们聪明智慧 和胆量去分享 主要靠着你 我们凡事都能做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被提升 当我们分享的时候 愿意分享得顺畅 我们将来就可以分享圣经 你都可以 甚至有一天分享信息 是神可以使用我们的 多谢主 愿意服着耶稣圣明 阿们 这个都是将来分享的提升 所以大家觉得这个是第一步 你有第一步才有第二步 你不懂得分享个人见证 就很难去分享信息 如果你有心 有些人说 什么时候轮不到我 你去宣教 或者小组 其实都是机会你分享的 如果有都有资料 就很难看 我会发现 优优独播剧场上